欢迎来到学龙数学 数学用 今天他这里给一个数 12 然后想要把它拆成不同的三个数 像12你可以拆成156 也可以拆成237 也可以拆成345 但是这些数怎样乘才会最大呢 第一个以156来说 这里乘起来就是30 但是如果用到1的话 其实这东西乘起来不大 因为1等于没作用 例如说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这边是1 然后配合是2 然后配合是9 接下来是138 147 跟156 那这个答案就是18 24 跟28 所以从这边我们有一个经验 就是如果两个加起来一样 当然就是越靠近 这里的乘积会越大 接下来再看到最小是2的 那这边就是从237 然后呢 这边是246 好 只有这两种 那这里的答案是42 好 那对于这个246的话呢 是48 好 那最小为3的话呢 345 这里乘起来 好 那这里乘起来呢 是60 好 这题的答案就是60 那除了把这题算出来 最重要的是呢 得到一个通用的结论 根据这经验 三个乘起来最大 我们就要它尽量靠近 好 如果它今天呢 没有要求不同 那甚至最大 我们就可以选择444 就是64 到这边 我再做个小拓展 让大家思考一下 那如果今天三个数 总和为20 怎样成为最大呢 好 你要让它尽量靠近 那例如说6加6 接下来加上那个8 好 6 6 8的话呢 是20 那只要让它不同 不同的话呢 就可以变成5 7 8 或者是5 6 9 对 这里呢 都是尽量靠近 那这边呢 再稍微检查一下 5 7 8呢 其实比5 6 9还大 那所以最大的核呢 就是这边 5 8 40 4 7 28 所以三个不同的数 加起来为20 那最大呢 就是2 80 大原则就是 越靠近相乘的效果越大 到这边